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这些位可爱的博士们你们好 非常高兴参加咱们这个奇幻科学城 和咱们的小朋友一起 咱们是学知识做试验 我觉得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呀 叫做奇幻科学城不得了 这里面的知识真不少 希望大伙多关注生活才能更美好 好 冯小颖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博士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导师 全国中学生数率化学科能力展示活动 总决赛评审专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冯小颖 刚才啊 经过我们博士团的讲解 大家都知道 海水是我们食盐的主要来源 那么海洋当中的这些食盐 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不是我们的海水 本来就是咸的呢 经过地质学家他们的研究呀 发现我们海洋当中的食盐 主要是来自陆地上的盐石 当下雨的时候呢 雨水去侵蚀盐石 盐石里的矿物质就会溶解在雨水当中 发生电离变成离子 那么这些离子就随着浸流 进入了江河小溪 最后进入我们的大海 日积越累 海洋当中的这些离子就越来越多 那么这些离子呢 一部分被海洋生物给吸收了 剩下的这些离子当中 含量最高的就是钠离子 还有氯离子 当我们把钠离子 还有氯离子结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我们非常熟悉的食盐 那么全世界的人们呢 通过从海水当中去提炼食盐 还会从盐矿 盐湖当中去开采食盐 根据他们开采食盐的地点不同 炼制方法不同 食盐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那么我现在面前的这些五颜六色的小晶体呢 它们都是食盐 这种粉色的食盐呢 开采自世界最大的盐矿之一 巴基斯坦北部的乌拉盐矿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人们以为它是开采自喜马拉雅山 所以这种粉色的盐呢 又被叫做喜马拉雅盐 它里面掺杂了一种氧化铁 这种盐里面含有的氧化铁越多 它的颜色就会越深 再来看一下这种黑色的盐 它之所以呈现黑色呢 是因为里面掺杂了一种活性碳 我这里还有一种红棕色的盐 它又叫做夏威夷盐 或者是阿拉雅盐 它之所以呈现红棕色呢 是因为它里面掺杂了一种 来自火山的红色黏土 不管我们的食盐啊 颜色是什么样子的 它们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钠 那么氯化钠呢 是由钠还有氯 这两种元素构成的 钠元素它的单质就是金属钠 这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 它在空气当中很容易就被氧化了 而且和水也可以快速地发生反应 接下来请大家认真观察 当我把钠块投入到水中 会发现钠漂浮在水面上 因为它的密度比水小 而且它迅速地融化成了一个小球 同时呢还会放出大量的氢气 推送着这个小球四处游动 我们再来看一下构成氯化钠的 另外一种元素 氯元素 它的单质呢 氯气也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非金属 一般情况下会呈现黄绿色 那么氯气呢 经常被用来进行自来水的消毒 也可以用来制作漂白粉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看一看 我把金属钠放到氯气当中 会发生什么 我们还是从煤油当中取出一小块钠 用氯纸吸干它表面的煤油 接下来把它投入到氯气当中 接下来我就用吸管 像这个钠上面滴几滴 纯净水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太酷了 原地爆炸 我们看到有了这一点点热量的触发 钠就可以在常温下和氯气发生剧烈的反应了 产生了大量的白烟 那么这种白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食盐氯化钠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食盐是从哪里来的 也知道了食盐的主要构成 那么食盐除了调味还有什么作用呢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食盐的世界 去探索它的奇妙特性吧 谢谢 谢谢孟老师的讲述 先把这个油倒在这个水里 这是食用调和油 对 直接给它快速的倒进去就可以了 咱来个爽快的 好嘞 差不多了 继续 继续 咱们直接都来 咱有点不是还炒菜呢吗 没有问题 哎呀 这 金炭炭的啊 你看 所有的油都漂浮在了表面 那第二步 我们跟大家说呢 这个核心是我们怎么能够让色素啊 进入到水中 来 这油啊 因为比水轻 它漂在下面了 您再把这个色素往上一搁呢 拿着油就给它拖住了 没错 所以呢 它下不来了就 对 虽然我们这个色素呢 是水溶性的 但是因为它下面有油 所以它暂时还没有进入到水里 没错 那么到底怎么样能够让被油拖住的色素 到里面呢 接下来我们要请老师来为我们 展示这重要的一步 好嘞 这三个啊 我们的盐 糖和小素打应该用哪个呢 其实特别简单 就用我们今天的主角 绿花纳食盐就可以了 盐就行啊 我们啊 其实可以就是抓一小撮盐 把它撒在这个色素上面 我们就会发现 哦 它被打下去了 这个色素很快的就被打下去了 谁呀 这还成小绿柱了 晃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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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 您看这多完整啊 这一块 真是 对 它们会呈现一个完整的小椰滴下去 咱俩也感受一个 可以试一下 四个怎么下去的 就把这个食盐撒在这个色素的小椰滴上面 它就会下去了 来一个啊 哟 它是成那种小球状小球状 一个一个掉的 一方面呢 是由于这个食盐 它比我们这个油都要沉 所以你把它撒到这个色素上面 由于重力的作用呢 它会把这个色素给带下去 哦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加入食盐 它也增加了这个色素周围的急性 促进了这个色素 从油里给它分开 然后让它进入到下面的水中 利用液体不同 密度不同的特性 将水溶性色素滴入油中 变成了色素小球 食盐的密度大于油 所以我们成功利用食盐 将色素压进水中 它成小绿柱了 晃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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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下去了 哇 当食盐水的浓度越高时 它的密度就越大 同时渗透压就越高 世界著名的死海海盐量 是普通海水的8.6倍 超高的盐度 导致海水的渗透压不断增高 使这里危机四伏 你到死海旅游 就看到很多的这个旅游提示 比如说死海里 是不能使用游泳圈的 不能跳水的 不能待的时间太长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死海周围啊 几乎没有微生物存在 怎么回事呢 就是咱们接下来的这道题了 请听题 请问 死海为什么 几乎周围都没有微生物生存呢 三个选项 A 味道太咸了 这个微生物受不了 B 微生物身体的细胞脱水 C 微生物找不到可以吃的食物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B 此海当中它的这个含炎量太高了 由于渗透鸭的作用 会造成它里面各种各样生物 包括微生物的脱水 所以它们都不能存活下来 接下来我有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来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渗透鸭 那么我这里有两块土豆 这一块是煮熟的 这一块是生的 我们在上面分别给它挖了两个小坑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分别像这两个小坑里面去填入食盐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玻璃盘当中倒入一些清水 经过五到十分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熟的土豆里的这个食盐呢 仍然还是干燥的 对吧 但是这个生的土豆里面 这个食盐已经进水了 好多已经溶解了 这就是由于渗透鸭的作用 我们这个土豆啊 它的这个细胞膜 我们可以给它看成是一种半透膜 就类似一种非常特殊的鱼网 它的这个网眼呢 钠离子和氯离子都不能通过 但是水分子可以自由地穿梭 那么当我们像小坑里面加入食盐的时候 小坑这一侧的食盐的浓度呢 就非常高 它里面水的含量呢 就相对变少了 所以另外一侧的这个水 它就需要穿过这个细胞膜 进入到食盐这一侧 来填补水分的缺乏 所以这个玻璃盘里的水呢 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到这个小坑当中去 那么我们如果不想让这些水 进入到这个小坑里面呢 我们势必要在食盐这一侧 给它一个压力 把跑过来的水呢 再给它压回去 那么这个压力就是我们常说的渗透压了 那么为什么这个熟的土豆没有发生变化呢 是因为我们经过蒸煮之后 已经完全破坏了这个土豆的细胞膜 它起不到半透膜的作用了 所以水都不会过来了 哦 明白了 那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可能很多家长也有这样的这个常识啊 比如说咱们这个牙疼啊 或者牙齿上火的时候啊 用点这个淡盐水漱口 其实啊也是利用了刚才咱们冯老师讲的这个道理 因为啊食盐它可以让这个细菌脱水 能够渗透压的缘故 所以呢杀死很多的细菌 那接下来这道题目呢就与此相关了 请听题 又要答题了 又要挨次了 请问以下三种溶液 我们把它同时插入干冰当中 哪种溶液最后结冰呢 三个选项 那这个实验怎么做呢冯老师 我们这三个试管当中呢 分别装有了等量的蒸馏水 糖水还有食盐水 我们现在呢 把它埋到这个干冰里面 这样我们可以使它均匀地受冷 尽快地让它们去冻起来 这个挖的时候手感是很好的 什么感觉 就像挖冰淇淋的那个感觉一样 咱们大概起得多长时间 半年 三十秒钟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看 比较一下这几种 首先看看蒸馏水 看看有个变化 拿起来看看 告诉大家有什么变化 来 底下面都冻上了 结冰了 有一层冰了 那这个天天 你拿第二个 这堂水 什么感觉 那告诉大家 觉得底下面也有点结冰 也是底下结冰了 好的 那第三个 盐水 那郑博士你来看一看吧 我来看一看啊 也有但是非常少 非常少 薄薄的一层 几乎可以忽略 你看 来我们把三个比较一下吧 一人拿一个 比较一下 放到一起 一目了然了 平行放 果然是 十年水的这个真的是没有结冰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呢 水的凝固点是零摄氏度 只要温度低于零摄氏度 水就会结冰 没错 那么折糖呢 它的凝固点 大约是零下零点一八六摄氏度 稍微低一点点 稍微低一点点 那么浓度是23%的食盐溶液呢 它的凝固点瞬间就下降到了零下二十一摄氏度 所以干冰在很短的时间内 很难将这么多的食盐水完全冻出来 怪不得只有底层受影响了 好吃吗 晨晨 好吃吗 好吃吗 哎呀 太棒了 所以说有天才的人就是有天才啊 一样做冰沙 你看 这就是利用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冰盐浴的道理 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盐放到这冰块上呢 降低了水的凝固点 所以这个冰块就融化了 在融化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从周围吸收热量 从而降低了这个果汁的温度 它就会快速地变成冰沙 周围感觉到寒冷了 没错 真不错啊 那这样 陈正和阿妩带上你们的冰沙 回到周围慢慢吃吧 谢谢你们 孩子王李然和正义博士的对决 不仅让我们知道了 利用冰盐浴的特性 可以快速降低冰的凝固点 还教给了萌娃在家中 快速制作杀冰的方法 但是食盐同样 也会造成船只的捕食现象 海水中的氯化钠 会淀离出钠离子和氯离子 它们分别与水分子结合 形成了带正电和带负电的小结合 并在水中自由行动 使盐水导电 当船只进入海水后 钢铁海水空气中的氧气三折就形成了一个原电池 加速了氧气对船只的浮湿速度 但是这种垫腑石 同样也为生活 带来了不一样的色彩 今天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冯小颖老师 将会告诉大家如何利用食盐水 在保温杯刻上自己的名字 保温杯呢 它是由不锈钢做的 它里面含有铁 还有碳 那么铁和碳呢 就成为我们这个电解池的两极 我们将电池的两极分别与保温杯和充满石盐水的针管相连 接下来就厉害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接到保温杯上 它会发生什么呢 三 二 哎呦好多人把耳朵堵上了 你 一 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锈钢里的铁 我们是把它接到了这个电池的正极上 它作为阳极 碳 作为它的阴极 食盐水呢 是作为我们的电解质溶液 当电极连通后 食盐水的溶液颜色发生了变化 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铁啊 它作为阳极 它是湿电子的 湿掉两个电子变成了亚铁离子 亚铁离子的溶液就是浅绿色的 同时我们的名字就可以留在保温杯上了 哇 镀上去的呀 真漂亮 食盐水作为电解质 帮助我们做出电镀保温杯 但是其中的电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让梁智博士和冯小云老师 带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何在食盐水的帮助下 认识电的颜值 接下来这个实验非常的酷炫 我们会把电 请出来跟大家见面 那我可跟您说一下啊 一会儿给请出来了 就在那儿跟您二位交流 别让他过来啊 其实我们也不想让他离我们俩太近 我们今天的这一套装置呢 是由这个高压发生器 饱和食盐水 导线 还有这个铝箔构成的 我们的这个高压发生器 可以瞬间放出 大于我们长压 220伏以上的高压垫 但是它是顺时放垫 大家也不用特别担心 那么我们用它的正极 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 饱和食盐水里面 用它的这个腹脊呢 去连接到一片铝箔上面 那么我们在铝箔上面呢 给它盖上一层白纸 我们首先请我们的老师啊 和我们两个人要戴上护目镜 刚才我问老师了 老师说做这个实验 其实戴什么都没什么用 因为那个高压 击穿空气的那个威力太大了 但我们俩还是象征性的戴一下 其实我们做什么实验呢 只要完全按照操作规程来做 就不会发生危险 电是一个很害羞的小朋友啊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整个的 时光调按 接下来让我们跟电见面 三 二 一 哇 哇 怎么样 哇 这个就是电啊 那么这个实验也是用了我们这个氯化钠 也就是实验水啊 它导电的这个性质来做的 高压发生器 我们的导线 饱和实验水 还有我们这个铝片 中间被高压电击穿的空气 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回路 所以我们这个电可以在这个回路当中自由的流通 利用高压发生器和饱和实验水 我们看到了闪电的高颜值 今天正义博士带来了神奇的特斯拉线圈 它是如何将灯泡点亮的 它和实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因为我们这个特斯拉线圈呢 它发射出来的是电磁波 刚才呢 就是这个电磁波将我们的这个灯管点亮的 那么电磁波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像我们的这个手机信号 就是用电磁波传导的 那说起电磁波的厉害 真的是很了不得呢 接下来这道题目就跟电磁波有关了 请听题 请问 往蒸馏水当中 到哪种物质能够让灯泡保持一种点亮的状态呢 三个选项 A 糖 B 食盐 三 二 一 两题板 好 哦 B最多啊 你有A的 我先问问我的小队员们 请你说一说为什么是糖 因为上一次就是纹绕着盐了 而且说的我觉得这次我们应该又选的盐 应该不选盐是吧 就说轮啊也应该轮到糖一回了 是吧 你选你选B 你说说什么原因 他们应该原本都应该能保持点亮 导电的好像是能通过金属和铁骨镍这些那种物质 然后他们中间应该是能让它一直保持点亮的 这里没盐什么事啊 我选回 我同意那个小朋友说的 不能老是盐呀 那咱们还是用实验来验证一下吧 接下来呢 我加入一勺这个小苏打 嗯 好了 哦 灭了 大家都认为啊 我们这期的主题是盐 所以肯定选盐 我们来看看盐行不行 第二个选项 盐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哦 特地灭了 果然灭掉了 那你这个刚才选B的小朋友 说明都是错误的 食言是不对的 不能选食言 最后 加糖 我们用糖 好 放进去 白亮 你看我们转到哪个角度 它都是亮的 所以说还是甜蜜的日子 会让生活变得亮起来 确实这个证据答案是A 糖 这里面的科学道理是什么呢 冯老师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特斯拉线圈啊 它放出的是电磁波 那么这个电磁波呢 恰恰可以被导体所屏蔽 比如说我们拿着手机进电梯 发现信号就变弱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电梯叫箱 这个大的金属盒子 把我们这个手机信号的电磁波 给屏蔽掉了 所以就会发现这个信号变差了 而不管是小苏打还是食盐 它溶于水之后啊 它们的溶液都是可以导电的 而折糖的水溶液呢 却是不能导电的 所以折糖里面的小灯泡 是可以亮的 而另外两种盐的水溶液呢 是不能点亮灯泡的 那是不是苏打里面也有盐呀 孩子王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特别好 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盐呢 其实是一类化合物的统称 那么我们的食盐氯化钠 只是这一类盐当中的一种化合物 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小苏打 它其实主要成分是碳酸氢钠 那这也是一种钠盐 那除了小苏打呢 生活里很多东西其实都是盐 接下来这道题 就跟各种生活中的盐相关了 请听题 请问一下哪个物品不是盐类化合物呢 三个选项A 减面B 胃精 C 水晶 小朋友都选的什么呀 C 你选A的 为什么选A 因为我也觉得水晶里是含盐的 然后胃精 我觉得也是含盐的 胃精也含盐 你说说B 你选你说说 减面呢 它是减的 减性物质 然后我听说我妈妈跟我说过盐也是减性物质 所以我认为减变是盐类化合物的几率比较大 对呀 水晶的我也知道它是含盐的 然后所以我就选的是B 选的是B 是胃精 来 三 二 一 两提板 好 李然 这个呀 三个哈 三选一 那么我呢 选择的就是C 因为这三个呀 我都尝过 这个 碱面啊 它也咸 胃精呢 也咸 为什么咸呀 这里面有盐 所以呢 它是盐类化合物 唯独这个水晶 我吃过 我也不是吃啊 我舔过 我舔过 哎 什么味道都没有 也不舔 也不咸 所以呢 具体是什么 咱们不知道 但是它不咸 肯定不是盐类化合物 这个水晶啊 我们一般是做成项链啊 是的 做成戒指啊 您舔水晶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那回不是饿极了吗 我那回不是饿极了 想把自己项链给嚼了 法律味道 你必须答对 因为你知道 你自己吃过的盐 比你身后的一些小朋友 走过的路还要多呢 哇 我怎么吃那么些盐呀 这个什么呢 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这个 根本 咱们实践过 咱们缠过呀 所以这道题错不了 这题要不是水晶 你们弄块水晶 我也吃了 但是我照理说 你如果真的舔的是项链的话 它可能舔到这个包浆 还是有点咸 估计 对 你们沾了好多身上的盐 哎呦 怎么听着那么不卫生呢 那请冯老师 给我们揭晓一下 正确的答案吧 好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C 水晶 哦 我给自己鼓了 谢谢 不过我也 我今天嘛 我高兴的同时 我心里我也挺内疚的 我高兴的是 我又选对了 我内疚的是 咱们这个道具老师啊 这个东西都白准备了 既然你有这个要求 我们当然是要满足 满足一下 没这要求 没这要求 那这个到底什么样的化合物 能够被叫做盐呢 冯老师 我们化学当中 酸碱盐 是三种非常重要的化合物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碱面 它其实主要成分是碳酸钠 那么这是一类钠盐 像我们刚才说的胃精 它的主要成分是骨氨酸钠 这也是一类钠盐 那么刚才孩子王他说的这种判断 是盐还是不是盐的这种方法呢 是非常非常古老的 人们最早去认识我们周围的物质 就是通过观察品尝 这样的方式来的 因为我是个很传统的人 所以我用古老的方法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梁博士所说的那样 有很多物质它是有毒的 我们就不能单从味道去判断 它是属于哪一类化合物了 那么后来人们就规定 当这种物质溶于水 它电离出来的所有的氧离子 都是氢离子的话 那么这一类物质就叫做酸 当这种物质溶于水之后 它电离出的所有氢离子 都是氢氧根离子的话 这种物质就叫做碱 比如说氢氧化钠 氢氧化钾 这些都可以算作是碱类 那么除了酸 碱以及氧化物之外的其他化合物 一般就都是盐类了 其实每一种不同的盐类 它们在燃烧的时候也会发出不同的颜色 那这也是一种鉴别的方法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做一个非常美丽的实验 要为大家特别介绍 在我们的面前这几个就是 用这个棉花绑起来的很好看的 这几个字母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化合物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这个是硫酸酮 不是酥粗吗 粗 您这个方向也还可以 包的最粗 这个是什么丝呢 氯化丝 氯化钠 氯化钙 氯化钙 碳酸钾 碳酸钾 这些不同的溶液呢 含有不同的金属离子 当我们去点燃含有这些不同金属离子的溶液的时候 它就会发出不一样的火焰 厉害了啊 这些它们都是盐的化合物 它们都有不同的外貌 它们都在世界绽放着不同的光芒 今天让我们一起把它们的美丽展示给这个世界 哇 燃烧起来 燃烧吧 小宇宙 秋天到了 希望大家能够红红火火的渡过这个金丘 红红火火 五眼六色的 特别好看 哇 热火 这个丝它的这个艳色反应是红色的 纳的是黄色的 那么盖的呢 它是一种阳红色 那么甲它的火焰是紫色 那如果是我们把这些不同的颜色 这些金属离子的化合物符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可以做出五颜六色的烟花来了 是的 这就是我们去做这焰火的原理 哦 今天这期节目呢 特别感谢冯老师带我们领略了身边 那么多奇妙的颜的奥秘 真的没有想到原来身边很多东西 其实都是食颜的 都是颜的 那这样世界那么大 我们都想去探秘一下 那就紧跟着奇幻科学城的脚步 去探索和发现吧 来 我们一起请到舞台中央